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喵小千 我們現在來吃送的那個 祭司的 一起吃神殿 神話還沒講完,再見我回到了 這個 是艾亞的家 為什麼會有士兵呢? 我先把他們解決掉 神話我們 之後再繼續講 在我老婆的家做什麼這些人 射不到 還蠻大陣仗的耶 八個,剛剛我殺掉了九個 好 這樣穿過去也是很厲害 神射拜合 好,一個上來了 好,一個上來了 做得好賽囉 那些小的是打破贏我的 那些小的是打破贏我的 誰派你們這些傢伙來的 可惡啊 好可惡啊 上去上去 喔喔喔喔喔,快沒生死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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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像太頭了 個小的家庭 最後了吧,剩你們兩個了吧? 惹錯人了吼! 這個也是閃,跳下來都沒有發現我 哎呀,家裡好像有寶藏 我要怎麼回去 太久沒有回家,被老婆捨太門快 老婆大人 原來在這裡 哎呀 老婆大人不在家 偷老婆大人的項鍊,這怎麼了 這明具 喔 被愛雅莎的 地上還有血 趕快 沒事吧,我的老婆大人 難怪我沒有辦法進來 喔,我跟她約好在圖書館 等一下,之後要去圖書館看看了 我相信她應該沒事,她應該很強 我先去把其他的軍營收拾收拾 根本沒有人手輕鬆看 偷走 欸? 欸? 你什麼時候在哪兒 我剛剛進來沒看到你了 快打輸了快打輸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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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卡拉卡拉 糟糕 上你了 糟糕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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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 唯 Overall挑打輸了 一定是,因為沒有講故事才會打輸啦 我們再來一次有說到 歐斯尼斯面相 ifice area 我們再次就從這邊開始接下去 恩西斯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又非常難過 她卫裝成人類 四處的尋找 希望能轉回自己的老公 花了很長時間 終於終於 尋著的線索來到L8的小鎮 这里的阵长夫妇就像NPC一样需要帮助 伊西斯顺手设了一点反复帮助他们 没想到在施法的过程 阵长老婆因为不信了伊西斯在做什么 居然出手攻击了伊西斯 法术因此失败 伊西斯解除卫装 阵长夫妇就吓傻了 连忙鬼在地上不断的发抖 爱求能为伊西斯做点什么来赎罪 伊西斯被莫打算惩罚他吗 根据他的线索 欧西里斯的遗体飘扰到他的镇上 箱子外长出了一颗非常漂亮的大片 他向阵长夫妇要出那棵树 跟黏在树冠上的箱子 终于拿回了他丈夫的遗体 伊西斯找了一个地方开始施展法力 复活他的丈夫 但复活的法术并不是两三下一回一回都可以完成的东西 还没来六集完成这件事情就传到了赛特的耳里 赛特火速赶来 趁着伊西斯不在 将奥西里斯的遗体切成了14块 并分散丢弃 伊西斯并没有放弃 他再次出发寻找每一块奥西里斯 好不容易给他凑齐了 不过这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了 他只好找聪明的托特 帮他一起想办法 奥西里斯 经过了一番努力 他们终于成功了 奥西里斯跟伊西斯快乐的重逢 虽然奥西里斯已经变成僵尸了 好久不见的丰富就这样滚了床单 没多久他们就生下了 儿子 奥西里斯 为了怕赛特和他的朋友发现 伊西斯把儿子藏起来 命运保护 直到 奥西里斯成年 奥西里斯成年之后决定挑战 赛特 奥回王位 经过几场的对战 他们俩最后都变身成 河马 在水里一决胜负 这场决战 伊西斯拿起弓箭 想帮忙 第一次的射出 奥尔斯的大喊 哇!重手啊! 你找到自己儿子了 伊西斯赶紧寻找另外一只盒马 一只只的穿行箭射向赛特 面对屠如其来的攻击 赛特努力抵挡 但是还是被击中受了伤 他向伊西斯求饶 伊西斯心软了 把赛特拖到岸边治疗伤口 赫鲁斯赶到现场 看到他妈居然在帮助敌人 一气之下 就斩下了伊西斯的头 这只把头藏在西部的身上 拉看到他的子孙降高 我受不了了 从天上跑了回来 帮伊西斯取回脑袋 并惩罚了荷鲁斯一顿 受伤的荷鲁斯在养病 还没来得及恢复 赛特就趁虚而入 躲走了荷鲁斯的眼睛 还好聪明地脱脱来帮忙 重新让荷鲁斯恢复势力 拉决定把赛特和荷鲁斯找来谈谈 并要求不能让伊西斯过来参与 而是拉前代众神赛特和荷鲁斯 就在一个小岛上谈谈 赛特是拉了算首位 那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之后有机会再来说 所以伊西斯时代是没有慢慢乖乖的等着 于是他又变身成一个老夫人 拿着一枚金戒指挥洛尔 负责运送大家的船夫 让船夫带他到岛上 上了岛伊西斯再次变身 这次变成了非常漂亮的女仆 去攻击赛特 赛特中计了 把伊西斯变得漂亮的女仆留在身边 伊西斯挑了一个时机 这一旁哭了起来 赛特联盟关心发生了什么事 伊西斯说 我的老公被人杀了 还降到分屎 又把他的所有财产都多做了 现在同一个人又盯上了我的儿子 可不可以求求你保护我的儿子 赛特听了很生气 他告诉伊西斯 那二人就是该被棍子打一顿 然后赶出去啊 而这就是可以继承父亲 这个忙 我会帮你的 听完伊西斯变回原讲 大骂 你才知道 你自己都这样说了 你都这样审判自己了 现在还想说什么 赛特恼说成怒 跑到拉那边抗议伊西斯突突跑来 拉表示 众人不欢而善回到自己家中 赛特越想越气 把船夫找来 砍下他的指头 没受他的财产 最后赛特跟河洛斯都召集了自己人马 进行了最终决战 赛特被打败了 当羽被肃清 王国终于才恢复瓶颈 因为这样的事件 伊西斯要崇拜非常广泛 人们认为尼罗和泛拉是因为 伊西斯为政府哭泣 所流下的眼泪 每年人满都会举办重生仪式 给荷鲁斯 贵奶的形象 也被认为是影响 后来圣母玛利亚抱着耶稣的形象 雖然伊西斯神没有到处都有 不过主神殿是盖在尼罗和上游的一个岛 不知道我们起源的范围有没有大到涵盖到上游 伊西斯还有许多的称号 像是中正的妻子 堅强的母亲 医疗之神 魔法之神 还有比上万个神更聪明的神 透过战争跟贸易 伊西斯崇拜在希腊化时代 也就是巴耶克这个时候 传到印度去 真的是世界级受欢迎 最后我想说一下 埃及神话其实是非常混乱的 因为每个祭司和这里一套的说法 也都还改变神话 前面所说的 是几个有名的神话传在一起的故事 所以我也没参加祭司啦 不是啦 最后如果有听到其他版本也不奇怪 欢迎也贴给我看看喔 那我们一起介绍就到这边 呃 呃 呃 反正接下来就是升级了吗 升级我的木头 不然就先到这好了 下一次就是升级好的我 呃 我们自己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别忘了帮我按个赞分享出去 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就比较不会出过新的影片喔 还有FB粉丝团跟LINE的官方帐号也可以去追踪 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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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